小轿车惨不忍睹 引擎盖撞的歪七扭八 水箱也撞破 保险桿撞斷后 还插在对象公车上 只见公车前挡风剥离 也凹了个大洞 公车司机人没事 站在一旁 肇事小轿车的驾驶 是AIT美国在台协会 商务官的丈夫 3号下午开车上杨明山途中 逆向撞公车 他整个这样行协 直接要逆向过来 他直接撞到之后就弹回去 小轿车后车牌 大大的外字格外显眼 AIT官员家眷 开着外字排轿车出车祸 当时车上还载着一对 八岁双胞胎儿子 撞击当下失去意识 连忙送医抢救 幸好风已苏醒 看看车子撞的程度 车头几乎全毁 另一边公车也很严重 车上一对母女 也遭到波及送医 警方到场后 连忙在地上画粉笔 调离肇事车辆 避免大塞车 只是AIT官员的配偶 开着外交部配发的座车 还逆向行驶 差点害得两个儿子没命 波及无辜 恐怕得出面 给大众一个交代 记者王胜伟 陈珍贸 张如鱼 周观展 采访报道